首先,牙刷用來刷牙時,尼龍刷毛是會磨損的 大致上,為何人們一直以來都是說三個月 不是說兩個月,四個月,五個月 因為有一些文獻做出來,原來大部份的牙刷 在三個月之後的磨損程度 已經去到我們刷牙時,發揮不到正常的清潔功效 第二,刷毛的尾端會開曬 本來原尾的刷毛變成尖或披抬 會對牙齒或牙肉的傷害 第三,牙刷中的刷毛都會含有很多細菌 細菌積聚在裡面時,如果積聚得太多 原來都不乾淨,似乎很合理性 三個月我們換了一個牙刷,要推刷出來 但其實我們說,有一些坊間或者美國上 有一個叫做國際牙齒衛生員的期刊 他在文獻裡面,兩年前做了一個研究 發覺原來那些牙刷毛有不同的磨損 原來我們發覺最好的指引就是 當刷毛去到披折的情況 是去到離開牙刷基礎的位置 即是出界了 我們在上面刷毛的方向看下去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看到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指引 讓我們每一個普通市民去目測牙刷 原來這樣就要換了